小长老 师父快不行了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去找其他长老拜师 不然留下来为他收尸吗 真是没用的废物 除去做客任务也能伤成这样 浪费我的时间 若非我将他的功法武器泄露 这老家伙哪有那么容易死 死了正好 本公子要去拜女弟子最多的二长老为师了 混蛋 要是没有小长老 你们五个连休息的门槛都跨不近 你们 就是一群万文负义的畜生 夺嘴子 你算哪根臭 敢这么跟我说话 叛徒 老三 他愿意留下 那就留下 反正 那个废物的东西 已经全部被我们搜刮干净了 废物长老配废物女奴 真是绝配 一群该死的叛徒 只奴 小长老 你没事吧 您放心 这几个忘恩负义之徒 想走便走好了 智奴 会好好照顾您的 待你上山后 既没办事 也会知道过你 你怨我 你怨我吗 长老送奴隶贩子手冲救下 智奴 智奴便敢进不进 从未有怨 智奴只恨 曾天不攻 恶徒横行 好人 却不得善重 当初 要是收你为徒就好了 奈何 长老 奈何呀 我如今 早已是将死之人 如果长老不嫌弃 请收智奴为徒 来日 智奴一定首任叛徒 为长老报仇 长老若是不答应 智奴就不起来 你 智奴 我是病了 可不是傻了 答应了 岂不是叫你上 赶着去送死吧 长老 您别动了 这里 还有最后一瓶宁元丹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也是我 最后能给你的了 您别操心我了 快躺下吧 你放心 我还没那么快 长老 长老 要是早点 守你为徒 就好了 检测到宿主与人 确定真心试图关系 授图反力系统 正式开启 系统 监测到宿主 赐予徒弟 明元丹六枚 回馈奖励 一千倍 获得 无量金丹一枚 居然真的是 无量金丹 无量金丹 蕴含天地灵气 不仅可以用于 冲击境界 还可以修复 所有伤势 穿越到这个世界 都二十年了 金手指 终于来了 二十年前 我因车祸来到这个世界 天赋绝佳 不到十岁就突破筑记 本以为自己是 龙奥天巨门 没想到 拜入鸿蒙宗后的十五年 我的修为停滞不前 再无丝毫长进 沦为主人笑柄 幸好苍天有眼 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系统 这个授图反力 具体指什么 宿主以师父之名 赠予徒弟任何东西 都将得到随机倍数的回馈奖励 给徒弟灌顶传功也算 算 在宿主指导下 徒弟修为提升 或是有所领悟 宿主也将得到 价值翻倍的回馈 比如 传授徒弟两百日的修为 则将得到两百日 乘以N的修为回馈 同理 徒弟在宿主的指导 领悟某剑法一层 则宿主直接领悟 该剑法N层 那我现在 再把这金单送给徒弟 就可以获得N倍反力 否 系统反力所得的物品 再次赠予 无法二次反力 但若是宿主 传授系统回馈的功法 弟子有新领悟 则不能扩在此范围内 宿主可以获得二次反力 原来如此 果然不能无限套马 既如此 那就趁着这次机会 一举突破金单境 长老 你快醒来 我不白事也不报仇了 可不要这么宁愿的 只能只要你醒来 杀之奴 记住 有仇 咱们就狠狠地报复回去 而且必须得是加倍 在下无风 恳请王长老 属我为徒 这里是第七封 萧玄的全副功法秘籍 特此敬献给王长老 以示诚意 萧玄真是带出了一个好徒弟啊 从前不可一世的 鸿蒙宗第一天才 居然也有今天 想拜我为师 可以 这是执法堂专有的戒指 能扑人灵根 把萧玄的灵根扑来 我马上收你为清传大弟子 这戒指一旦见血 不用密法 可是轻易拔不出来的 王长老安心 在下无风 接不住命 什么 不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的仙徒才刚刚开始 王长老 救救我呀 是谁敢如此大胆 王长老想要我的灵根 怎么不亲自来拿 萧玄 萧长老言重了 方才不过是与你的弟子说笑罢了 不是说这废物快死了吗 怎么气息 怎么气息如此强盛 倒想是突破金灯了 哦 是吗 不过 我可没同王长老说笑 我 甜蜜 什么 王长王 金丹二重 不顾如此 这未能 是金丹三重 甚至更高 是怎么可能 我的手 蛋 小玄 你小子若敢杀我 宗门定然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我倒想看看 若我执意要杀你 宗门要如何处置我 却 该死的萧璇 只能有内干吗 毁灭紫金盾 可恶 这玄界上体的法器 宗宗只能有三次 可是最后一次 本来想等突破原因的时候 又来抵御雷杰的 哇 咱们王长老可真是抵御深厚啊 这些年藏了不少宝贵吧 那试试这招如何 什么 你竟然 小玄 你敢 我又何不敢 去 不 不 还不错吗 竟然还活着 这盾牌至少是玄机上品吧 你 你别过来啊 此世间法器 品质好坏由低到高 分为人 玄 地 天 仙无间 每阶其中 有各分下 中 上 绝四品 玄界上品 放在普通宗门 也算是镇派之骨了 没想到王岸居然还藏了这么个宝贝 不过 就到此为止了 小玄 小玄长老 手下留情 小长老 莫要冲动 同门相残 有违门归 是要被逐出宗门的 哎呦 掌门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小玄他屠戮同门 太好了 有救了 哎呦 掌门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小玄他屠戮同门 太好了 有救了 你给我地嘴 王岸老想跟我进执法堂的问心池 看看究竟是谁该被逐出宗门吗 我 我 恭喜师弟 几经磨难 终于步入金丹起 多谢掌门 若是我没有突破金丹 这次恐怕要被人联合叛徒 剖腹取灵根了 都是误会 不过这件事 确实是我疏忽 我愿意领受宗门处置 还请萧玄师弟不要和我计较 看在掌门的面上 你的性命我可以暂时放过 但那无风 欺失灭 恩将仇报 必须要废了修为 如出师门 从此不得踏入鸿蒙宗 掌门救我 这 交由萧玄长老处置吧 不劳师尊动手 交给震奴来做吧 就凭你这个废物也想对我动手 你不是个废物吗 什么时候学会苍狼剑爵了 我都还没领悟到苍狼剑爵呢 废物吗 哈 居然是难得一剑的先天剑体 师尊 什么是先天剑体 没什么 为师就是觉得 你有席剑的天赋 哦 对了 一会儿去找那无风 为师也不能让你丢了面子 这掌浪剑爵 是为师当年自创的功法 你只要能学个皮毛 师尊 你看是不是这样 苍狼剑爵入门 宿主传授徒弟 苍狼剑爵 人皆绝品 回馈奖励十倍 获得斩天爵 玄皆上品 干得漂亮 它才是货真价实的宝物啊 有了师尊的教导 却迟迟不能领悟 我不要 要不知谁才是废物 探徒的灵根已经被我绞碎 请师尊查验 嗯 做得很好 既然萧长老 打也打了 罚也罚了 那王长老这边 就由我带回去处置吧 哼 我什么时候 说这事结束了 你刚刚可是答应饶他一命 那你还想怎么样 我是说了饶他一命 但没说就这样放过他呀 至于怎么样能让我满意 那就要看王长老的诚意了 这 我 好 好 我全部家当都在这乾坤袋里了 还望萧长老不要嫌弃 王长老是个聪明人 真上班 那就多谢王长老了 别过了王长老 震奴 我们走 师尊 您刚才好厉害 回去休息一天 明天为师正式指点你修炼 王长老 王长老 好自为之 是啊 小玄 咱们走着瞧 这王岸的积蓄可真不少 倒是些清丹器就能用得上的丹药 不过嘛 品质一般 凑合吧 人阶 玄阶 这本地阶中品先天宫 倒是正适合制奴打基础用 要说王岸这堆破烂里最值钱的 还是这把地阶中品的五行尺吧 这把五行尺我也用不上 干脆全部给制奴吧 要论宝贝 还是要看系统回馈的 剩下的 就全都是零食了 没想到小小的一个长老 居然有上百块的上品零食 估计王岸这家伙 平日里搜刮之事 托派也没少做 不过全都便宜我了 这下发达了 改天搞洞小别墅住住 师尊 你让我两个时针之后来找你练功 现在我可以进来了吗 进来吧 智奴 过来坐 为师先给你讲一下修炼的基本常识 好的 师尊 修饰境界从低到高 划分为十个境界 每个境界 又细分为十重小境界 后天境界 激发气血之力 增强身体强度与肚脂 先天境界 气血充盈化作内境 增强招式攻击的威力 以及身体的防御力 直到输过勒结 炼制增弹 便可以化开 不过那都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了 为师先传你这套先天弓 你用心感悟 是 你先运行几个小周天感悟一下 系统 展示智奴的信息 好的 喷骨只有十五吗 系统 一般人的根骨和物性数值化厚 大概在什么水平 平均值五十至六十 怪不得 智奴领悟功法速度惊人 但是修行却很艰难 看来只能强行灌点 洗经划髓了 洗经划髓 师尊 你怎么能给智奴直接灌顶呢 听说灌顶的代价极大 不仅修为会加倍损失 还有可能跌落境界 甚至损伤肝骨 放心吧 为师没事 宿主传输涂地一百日修为 回馈奖励五倍 获得五百日修为 甚至更好了 当初为师落魄 没什么好东西给你 今日就算是补你的拜师礼 师尊 这些全部送给我 宿主已获得回馈奖励 四接大还单一枚 获得纵横万里玉剑绝 天接绝品 获得绕纸柔剑一柄 地接绝品 多谢师尊救命 授业之恩 师尊热厚 有任何需求 尽管吩咐智奴 智奴一定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跟为师还客气什么 回去好生修炼 等到融会贯通之后 为师再为你贯顶传功 还 还有 下一次 不过 师尊这般损耗自身 为智奴传功 真的没事吗 为师好得很 你要不信 待为师闭关三天 保准突破金丹五重 那我一定好好为师尊护法 任何人都别想靠近 好了好了 别这么紧张 你也去好好消化一下吧 好 那我就不打扰师尊了 好了 接下来 让我来看看 系统回馈的宝物 这四阶大环丹 我早有耳闻 至少要元英修饰 才能炼制 所需的天才地位 在四阶丹药之中 也是最顶尖的存在 便是将整个 鸿蒙宗的老底都掀翻 恐怕也找不出 五枚之数 不过 最让我满意的 还是天阶绝品的纵横万里玉剑诀 这几乎是玉剑之道的顶尖剑诀 有了这剑诀 搭配地阶绝品的绕至柔剑 简直无敌 来试试无意 不错 这纵横万里玉剑诀 讲究玉剑之道 若是能再搜集 更多更强大的剑 恐怕越级挑战也不在话下 现在 也该消化一下系统回馈的修为了 这回至少能突破到金丹五重 听说了吗 李极风的萧长老好像破而后立 晋级精丹了 据说还和第六封的王长老起了冲突 王长老被打得落花流水呢 我还听说 萧长老不惜损耗自身根骨 给门下女弟子灌顶传宫呢 萧长老长得也好帅啊 真羡慕能有这样的师父啊 萧长老不惜损耗自身根骨 可是难道是那个制奴 王师弟和李师弟从前就是第七封的吧 为什么后来离开了呢 师姐别信这种谣言 萧璇那老狗对弟子抠得很 我们就是受不了被他磕带才离开的 是吧 李生 嗯 对对对 哎呀 王师弟说的是真的吗 萧璇那老贼突破金丹了 你们王长老都不是对手 还给弟子灌顶传宫 真的假的 得去看看情况 拜见萧长老 萧长老 此次前来是带掌门传话 百日后即是宗门大笔 掌门派弟子前来提醒萧长老 做好准备 不过说弟子之言 宁收图也太不挑了 就这位师妹的资质去了宗门大笔 只怕会被虐得哭出来吧 你 夜师职怕是有点隐缺 什么 我的好徒儿三日前还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如今已是后天石宠 这样的修炼速度 敢问 夜师职可能做到 三日 后天石宠 开什么玩笑 不信 好徒儿 来吧 展示 是 师尊 零力爆发 还 还真是后天石宠 但是 这怎么可能 这 什么 一切皆有可能啊 夜师职 那废物居然已经后天石宠了 以他的自制 若是自己修炼 只怕修到死都没有后天石宠 看来萧璇真的给他灌顶传宫了 没想到这老狗居然转性了 不过 听说灌顶传宫对修为损伤极大 不如趁机敲着老狗一笔 呵呵呵 哦 你的意思是 萧璇得了我按那家伙的全部家当 现在 刚给弟子灌顶传宫过 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可以趁机很敲一笔 孟长老一名神武 您本就应该得到门内最多的修炼资源 萧璇那家伙拿着 不过是暴殿天物 既然如此 那就随你走一趟 此事若成 我就收你为清传大弟子 多谢长老 准备好了吗 今日为师助你突破到先天 顺便为你洗经伐髓 若是顺利的话 往后你修行就会容易许多 就是 会很痛 师哥放心 我准备好了 那该死的叶城 居然敢小瞧我 但我学成 一定要你刮目相看 虽然叶城的小子 让掌门闯坏了 但看智奴现在 斗志昂扬的样子 感觉也不是坏事 哼 放马过来吧 正好 智奴突破大境界 正是洗经伐髓的好时候 上次在王岸那里 得到了不少钱物 就买了这四些洗髓单 如今倒是派上用场了 那为师就开始了 洗经伐髓 这比尸死贯底的感觉 很有痛 不过 忍耐下来之后 感觉整个身体 都变得轻盈了 宿主传输土地 两百日修为 提升根谷七十点 回馈奖励两倍 获得四百日修为 和秋水剑法 地界下品 成了 金丹六重 白嫖的感觉 真不赖 先天一重 这就是洗经伐髓 我现在已经先天境界 能与叶尘一战了吗 吸头 五星二百六 跟古八十五 不错 大胆点 把叶尘吊起来打 打完叶尘 回时还要带你去挑战 世间天骄 我 我真的可以吗 萧长老在吗 你的弟子为了给你 采集疗伤的草药 伸受重伤 快不行了 快出来看看吧 弟子 采药 师尊的弟子 除了我 师尊还有哪位弟子 是你 是 林浩然 怎么是你 师尊 弟子 无能 只采回一株救命的龙蟹草 你 你快服下吧 你这个不要脸的叛徒 不是已经败入第三封了吗 还回来干什么 只能你误会了 我之所以败入第三封 只是为了寻求第三封的帮助 好为师尊采到这株救命的龙蟹草 林师弟为了这株龙蟹草 可是命都差点没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 不心怀感恩就算了 怎么还恶语相向 是啊 小长老 你这徒弟为了请我出手帮忙 可是在我门前跪了三天呢 连我都被感动了 你放屁 明明是他背叛师门 此刻居然还能颠倒黑白 这里交给为师处理吧 既然你已经败入第三封门下 如今又回来干什么 难道 是想重回我门下不成 林浩然自知罪孽深重 背叛师门 不配再做师尊的徒弟 只求师尊收下这株龙蟹草 不过小长老气血丰沛 哪里像是重病之 怕是不需要这龙蟹草了 可惜了林师弟 根骨受损 若是没有四阶丹药 日后恐怕修行艰难 小长老 这四阶丹药 你不会拿不出来吧 林师弟可是为你才受的伤 两位 严重了 我的乖徒儿 谁说为师不需要 为师如今体虚得很 正需要一株龙蟹草来补补身子 是不是啊 智奴 对对对 师哥最近哭虚弱了 什么 这老狗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 算了 反正这龙蟹草也不值钱 若是真能换到四阶丹药 也不亏啊 师尊 既然如此 那这株龙蟹草 师尊就拿去用吧 反正我见面一条 没关系的 谢谢啊 智奴快收好 晚上炖鸡吃 龙蟹草炖鸡 宿主赠予徒弟人间龙蟹草一株 获得五倍回馈 地间龙蟹草一株 林师弟 能帮上师尊就好 林师弟为了救师尊 不惜自损修为 小长老却见死不救 梦长老 你可要为林师弟做主啊 小长老 人命关天 我等为人师表 岂能见死不救 日后 此事传扬出去 李其风 还想收徒吗 等等 急什么 既然曾经师徒一场 我又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是 师尊 不就是四节丹药吗 不过重伤之躯 恐怕承受不住药力 不如我先给你灌顶 疏通经脉 小长老 小长老 真是爱财心切 看来萧萱会给弟子传功一事 怕是真的 他敢主动提出传功 恐怕是有什么不会损耗自身功力的秘法 不妨观察一下 你都能为我舍生取药 什么一点要求 静炎术 我怎么不成全 这 这是在传功 怎么灵师弟教得这么惨 是啊 莫花 灌顶传功 本就痛了 这是你们灵师弟的机缘 这头狗 根本不是在给我传功 它是在回我精脉 不是我的修为啊 糟了 为什么我说不出话 不痛 救我啊 小灵看得漂亮 好了 为了要道病除 我刚刚下手比较狠 它修为低 有点承受不住 你们先带回去修养一下吧 十尊 消耗了大半功力 我也要好好调息一下 就不留级位了 好 好好好 虽然没看出灌顶的门道 但小玄气息 的确弱了许多 不妨趁此机会 小长老 千万 需要各级保重啊 忍了这么久 真是辛苦你了 孟长老为人师表 何故对我一个刚给人传完功的柔弱废人 下此般独守呢 等等 他不是刚给林皓仁传完功吗 怎么灵力会如此澎湃 还请孟长老 给萧某一个解释 长老 制奴 我们走 回去遁机 是 师尊 你们还在等什么 是 那招 这是孟长老从前由历史所得的暗器 以特殊把门操控 能融于空气当中 无心无畏 至今 无人能挡 不怕钱 孟长老特意将此针交于我 我除了意外 就用此针对付萧悬 绝不能让他再次掘起 果然有古怪 幸好服用了无量金丹以后 我的五感得到了强化 能敏锐察觉到杀疑 否则 今日就要遭难 躲过去了吗 再说加倍再来 制奴 苍浪剑局 目标又厚发 不是 苍浪剑局 第一是 这是 检测到宿主徒弟 在宿主的教导下 领悟苍浪剑意一重 回馈奖励三倍 获得玲珑宝甲 递接中品 不愧是先天进体 这苍浪剑局交给他不过几日 居然就能领悟出剑意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别说先天进了 就连分神镜也不可能残破才对 你凭什么 糟糕 得赶紧跑路 还想跑 林浩然 你欺世灭祖在先 颠倒黑白在后 现在还妄图伤害师尊 不是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你别过来 活该 怎么可能 自作孽 不可活 还有你们 你 你不要过来 你 你残害同门 上门不会放过你的 不是 我们两个筑基加一个金丹 为什么要怕他一个先天的 没眼力劲儿的东西 没见他身后站着谁吗 师尊 别脏了你的手 吾尔替你结果了他们 吾尔 为师还要教你一件事 有些时候 死 可比活着轻松 你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现在知道怕了 完了 回掌门 事情经过便是如此 孟宇联和我疯叛徒 无故上门寻衅 我师徒二人为求自保 击杀林浩然 并将两名弟子废去修为 掌门深明大义 定然不会责罚于我吗 小长老啊 叛徒虽然死有余辜 但违反门规一事 再一再二 可不能再三了 是 萧玄谨遵掌门教诲 掌门 你怎么可以如此偏心萧玄 他根本就是颠倒是非 一派胡言 我好心带徒儿上门拜访 他却将其击杀 违反门规 论罪 应该逐出门派 拜访 你既已经收林浩然为徒 自该担负他的生死 好端端抬来我第七逢作甚 更何况 什么样的拜访能提前准备这东西 你当掌门是傻子 好糊弄不成 我不是 我没有 你 你别让他说 够了 难得孟长老有心维护门规 我看 不如就有主动寻衅的孟长老 按照门规自费修为来做个表率吗 如何 这 怎么息怒啊 此事就到此为止 孟长老行事鲁莽 罚奉三月 再加司果牙面壁一月 不容在意 掌门英明 孟长老 请 萧玄 此仇不罢 我梦于事不为人 知奴 参悟得怎么样 师尊 你回来了 师尊此次去面见掌门 可有被掌门刁难 哦 赤奴一时冲动解决了叛徒 若是掌门要罚 赤奴愿意一人承担 傻之奴 为师怎么可能将这事赖在你身上 啊 师尊 放心 有为师罩着你 谁都别想把你怎样 往后你记住 别说一个小小的叛徒 就是诸天神佛 人皇宰相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就是天塌了 也有为师给你顶着 师 师尊 师尊请生我一拜 你这是做什么 有什么话起来说 有些事情 赤奴觉得不应该再瞒着师尊了 其实徒儿本名林志 是西南林家家主之女 西南林家 那可是西南从前有名的武道家族 正是 不过十年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夜之间西南林家被人图灭满门 一切都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 林家在自己的领地挖出一条巨大的灵石矿脉 真相当吧 灵石资源丰富的 足以一夜打造一个类似鸿蒙宗这样的势力 我的父亲也就是林家当时的家主 当即下令不得将此事外传 唯恐引来灾祸 此事断不可传于外人之小 没想到我的大伯人面兽心 因为不满父亲对矿产的分配 而将这一消息卖给了洛云宗 不让我当家主 那就全都去死吧 洛云宗为了抢夺灵矿 并将我林家 剩下一百多口人全部屠杀 只有我在父亲的保护下 绞心活了下来 后来我在逃亡途中遭遇山匪 钱财被洗劫一空 还被卖为剑籍 爱女奴 便宜好价 索性 最后遇到了狮尊你 跟我走吧 否则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没想到徒儿身世那么惨 你怎么不早跟我一时说呀 难怪你那么讨厌叛徒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走 徒儿 为师带你下山 下山 去哪儿 既然你已拜我为师 那咱们就有恩必谢 有仇必报 不就是洛云宗吗 为师陪你下山 亲手报仇 师尊 师尊 我只求师尊一生平安 我愿意一辈子在师尊西乡陪伴 别说这种放弃话 往后我们师徒就该平步清零 前途无量 那咱们出发吧 好 我早该知道是你 为了钱财 就让自己手下的人 一波又一波送死 消耗我二人体力 最经你能做出这种事 日月鬼门 张义 不愧是祝仙子带出来的徒弟 杀了我这么多手下 轻刺双剑 明不虚传 鬼也就到此为止了 是哪个混蛋 干扰我办事 这是 歪了 瞧瞧 为师就说你刚刚出手的时机太早吧 你呀 就是太心急 呦 原来是个小美人啊 小美人 你刚刚打搅我的好事 你打算怎么赔偿呢 大胆狂徒 满嘴无言会语 找死 小美人 你是否难道没有告诉你 没有实力 别乱出头吗 姑娘小心 我师尊只教过 遇到你这种人家 什么东西 我不要生软 师尊 这是那个人的乾坤袋 我看过了 里面只有一些零食和丹药 没什么好东西 嗯 你先拿着吧 感谢二位出手相助 我们是鸿蒙宗 祝萱长老的弟子 敢问二位名号 原来是第二封 祝师姐的弟子啊 第七封萧玄 这是我徒儿灵志 原来是萧长老 见过萧长老 这种虚礼就免了 我倒是好奇 你们怎么会在此偏僻之处 还被日月鬼门的人缠上 日月鬼门 速来与鸿蒙宗有约 有些日月鬼门的魔修 甚至以虐杀鸿蒙宗修饰为乐 这次遇险都是因为这株 一阶下饼的千年无星草 这可是炼制铸鸡丹的好东西啊 运气不错 这千年无星草 虽说是铸鸡丹的材料 但价值不菲 我二人好不容易在拍卖行寻的 没想到因此漏了财 被张义盯上 一路被他追杀至此 小长老 若非您及时赶到 这株千年无星草 就要被日月鬼门抢夺去了 所以 就当报答您的救命之恩 请您收下 你们要这千年无星草 应当是要炼制铸鸡丹吧 服了铸鸡丹 铸鸡成功的几率会大大提升 真的舍得送我 师父教过我们 有恩必谢 有仇必报 这是小长老应得的 您说好吧 不愧是铸师妹的弟子 既如此 等我炼出了铸鸡丹 也分你们一些便是 多谢小长老 不过现在道谢还太早了点 正好给你们三位上一个 以后杀人一定要注意 来 斩踩了铸鸡丹 他们什么时候躲在这里了 巨巨鸡丹一宠 行事居然如此张狂 而且竟敢杀我爱徒 还正巧碰上我俩在附近 你的死气到了 早就听说 日月鬼门有黑白无常两名长老 孤魂夺命手到擒来 想必就是你们二位了 出发前用了点法来隐藏气息 果然碰上两个不长眼的 既然知道我二人的威名 还能如此层中不破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小子究竟有什么倚仗 哦 我这锁链用千人血气熔炼 即便是原因修饰 出之也要化成白骨 小子 喝喝醒伤死亡的滋味吧 说得天花在坠 只要不被这耳朵晃动就好了吧 嗯 这是 我这苦丧吧 拿天人元神经验 小子 往后你输了其中 绝对不会孤单的 还会打配合 嗯 不错 生死吧 师哥小心 生死了 生死了 纵横万里御剑群 去 生死就停吧 区区灵气化形 也想破我二人法宝 太天真了 是吗 灵剑 怎么有此等威力 不好 行走为上 师尊 还有一个要跑了 你师子所有剑群有古怪 区区地界绝品的剑 就算在猿鹰其修士兽中 也不可能发挥出此等效力 再不跑又没命了 想跑 一个都别想跑 该死 给我挡住它 破了死阵 你们也就自由了 你们干什么 反了你们了 转身去 转身去吧 师爷狗们俩的长老 居然就这么被小长老两招面了 莫比小长老已经建设原因了 师尊 那两人身上的宝贝全都在这里了 不错啊 乖兔儿 收拾战力品越来越熟练了 嘿嘿嘿 还有之前张艺的乾坤袋 你都收着吧 谢谢师尊 直接全部给徒弟了 那可是日月鬼门两大长老的全部积蓄啊 这 这 这至少 该有几万下品零食吧 还有这么多单样 师尊 我一个人哪用得上这么多呀 给你了 你就好好收拾 嘿嘿 让我看看系统回馈了啥宝贝 检测到宿主自语徒弟上万下品及中品零食 一枚乾坤戒指 一百立方米 两个乾坤蛋 五十立方米 另有丹药草药无数 回馈奖励结算中 回馈奖励总计为 一枚四接养神丹 一枚乾坤戒指 一万五千立方米 一株五千年无心草 两千块 极品零食 两千极品零食 零食一共分下 中 上 极四个品级 相宁品级之间兑换比例 均为一百比一 那我岂不是 用二十亿下品零食了 哦 一夜宝负也不够如此啊 发财了发财了 师尊 我已经有更好的乾坤戒指 我可以把之前王长老的和这次的两个乾坤蛋送给师兄师姐吗 不不不 师妹 你这让我们怎么好意思啊 就 就是 虽然由于太穷 我们至今还买不起储儒用品 既然送给你了 那就是你的东西 随你处置吧 嗯 来 你们就收下吧 谢谢 谢谢 小长老和师妹 真是好人呢 我们走吧 啊 可恶 好羡慕这样的师父 要是当初备入第七封就好了 师尊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方才在城外得了那千年无心草 正好可以给你炼制住鸡丹 未免药效流失 我们便先将此丹炼成 再去寻到洛云宗 好的 啊 住鸡丹 想要炼制住鸡丹 至少要有金丹修为 这位公子 看着如此年轻 居然已是金丹修士 倒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哇 哇 啊 啊 师尊 你真的会炼丹吗 嗯 为师可是金丹以前 从未有过瓶颈的天才 所以只是 没炼过住鸡丹而已 公子 若是炼制住鸡丹的话 我可以笑了 哇 小姐姐 你长得好好看呢 嗯 不过 住鸡丹需要大量凌厉灌入 到时这一步 还需要公子自己动手 宿姑娘今天也无常之教呢 哎呀 真是人美心善啊 这姑娘如此年轻 居然已经是二级炼丹师了 嗯 有劳姑娘 报仇就按市场价的两倍来给 无妨 一点小忙而已 去 干成了 给 多谢姑娘 这是此次的酬劳 真的不用了 举手之劳而已 拍面会开始了 快上二楼 嗯 听说这次有地界的宝剑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财力了 我先走了 酬劳就不必了 拍卖会 还有地界的宝剑 这儿不是正缺一柄 趁手的兵器吗 而且拍卖会上宝贝肯定不少 全部买来送给徒弟 这不得赚翻 走 好徒儿 我们也去瞧瞧这拍卖会 好 此乃千年铁木炼制而成的天罗边 注入灵气或是嵌入灵石 可令杀伤力倍增 品级可提升到玄机下品的程度 起拍价三万下品灵石 我们就十万 可恶 又是真的师徒 他俩都刚刚开始就没停过 十几件宝贝全被他们拍下了 每次都报天价 让人没法跟 真是财大气粗啊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 是地界上品的荣西火莲 经过检测 这株荣西火莲的品质相当出众 因此 起拍价为 一百万下品灵石 这次 一定要拿下荣西火莲 我出两百万 两百万一次 下不起啊 给阔了让路 那就两百万成交 哎呀 穷得只剩下钱的感觉可真是 来是师尊会玩 客人 恭喜你 成功拍下荣西火莲 哇 真漂亮 是刚刚那队师徒 他们真的 要把全部宝贝都拍下来吗 如果我去拜托他们 把荣西火莲让给我 他们会答应吗 公 公子 嗯 呀 你不是刚刚的炼丹师小姐姐吗 公子 啊 我迷宿穆罕 下富莲宫走火入魔 急需火莲救命 求你 将这种火莲卖于我吧 我愿给公子 做牛做马 再偿还恩情 啊 这 师尊 嗯 好徒儿 这火莲为师送你了 想怎么做 随你心意就好 检测到宿主 就与徒弟 一品荣心火莲一株 回馈奖励 五倍 获得 五品荣心火莲一株 既然如此 那就 等等 什么人 哇 打架了 喂 贱民 我家公子出三百万 买你的火莲 三百万 那已经完全超出了 人间灵妖的价值了呀 区区三百万而已 为了美丽动人的苏家主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又是他 嗯 少城主又来骚扰苏姑娘了 哦 真是造孽啊 自从苏家姑娘 继承了苏家家主之位 这少城主就纠缠不休 哎 我看着都替苏姑娘闹心 喂 那边那个贱民 没听见我们公子 想要这株荣心火莲吗 还不快双手奉上 一说卖我们就卖呀 想的美 我们不卖 说得好 乖徒啊 别冲啊 姑娘 此人万不可轻易开罪 哦 这是问何 姑娘似乎与此人有些渊源 那是因为 此人 那是洛云城城主之子 算是 此地的一方小霸王 他曾上门求取我 但我没答应 敢拒绝本少爷 咱们走着瞧 那之后 他便处处纠缠 二位 这五万零石 就算是给你们赔罪 嗯 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这就离开 为父求要能做到如此 遇到变故也不自乱阵脚 而且年纪轻轻就是二阶炼丹师 倒是个可教之徒 还请姑娘留步 啊 这荣辛火莲可以送你 啊 这少城主我也可以替你解决 什么 但是 有一个条件 啊 请问是何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 拜我为师 真的吗 我愿意 这样门舅家父 我还怎么样都愿意 是不是在这儿 几少图案一拜 好图儿 以后你就是我的真传二弟子了 快起来吧 恭喜宿主 收图成功 检测到 弟子生父单斗之星 人阶 炼丹成功率 增加百分之三十 回馈奖励两倍 宿主获得单斗之星 地阶 炼丹成功率 增加百分之七十 以下为徒弟苏穆涵信息面板 单斗之星 可惜跟不悟性都有些平平无奇 看来也要走灌顶船宫的路线才行 既然已经收图 小致啊 躲在 替为师 灭了这帮走狗 有命 狂啊 气力的 最考验你们这些走证人士的东西 什么 你 你 你敢当我的人 你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 管你爹是谁 我这就打得你爹都不认识 啊 啊 无名 无名 你快出来啊 我要是有什么事 我爹不会保护你的 啊 哼 你下次给我早点出来 你不是很狂吗 继续狂啊 无名 给我狠狠揍他 还有他身后那个小鬼 他们一伙的 一个都没放过 少城主 我只奉命保护你的安全 你与他人的私斗 我不会插手 你 你当时我回去 告诉我爹 放肆 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天机楼私斗者 按规矩 当场处死 嗯 要是不想死 就请你们现在出去 天机楼 不欢迎不守规矩的人 是 便宜你们了 我们走 你们几个在洛云城内 最好夹着尾巴做人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可恶的家伙 跑得倒挺快 哼 走吧 呃 大家消消气 看到那个小人得知的样子 好不甘心啊 别和小人一般见识 少爷 我们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放过 你家少爷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